试问今日之狱中尽是谁人之天下 武则天建立的五中到底属不属于李唐呢 武则天到底喜欢李世民还是李志呢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上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在出生的时候呀就不一般 袁天刚路过他家门口 武则天的母亲请他进来给孩子算一挂 当袁天刚看到武则天的时候 误把他当成了男孩 就说这个孩子隆经奉敬是贵籍之相 如果是个女孩一定是天下之主 武则天在14岁的时候被选入宫 在他接到圣旨的那天 母亲难过的痛哭起来 武则天却说面见天子又不是什么坏事 为何要哭呢 武则天进宫以后 李世民看他长得水灵 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媚娘封了五品才人 唐太宗得了中风以后呀 李志经常进宫问安 于是就跟武媚娘产生了交集 唐太宗驾崩以后 26岁的武媚娘 这些没有生育的先皇妃嫔 要到赶叶寺出家 有一次李志到赶叶寺上乡 碰到了武媚娘 很想接她回宫 但是却苦于没有理由 正巧在这时候 王皇后为了扳倒萧淑妃 讨好李志 她就把武媚娘接回了宫中 谁曾想她的这一举动呀 竟然亲自把她和萧淑妃送进了地狱 为了栽赃陷害 据说武则天亲手捂死了自己的女儿 她还设计陷害了楚隋良和长孙无忌 自己当上了皇后 当上了皇后的武则天 真的要抖一抖精神了 她要亲自举行 并且参加泰山封善大典 要知道 在这之前呀 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封善过泰山 且不说李志有没有这个资格 就是有资格也没有女性参加的先例 而武则天呢 就是为了破这个先例而来 林德三年 公元666年 风扇大典正式开始 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登上朝堂 接受百官的朝贺 二圣灵朝 名正言顺 武则天一共给李志生了四个儿子 李红 李贤 李显和李诞 武则天也就开启了 频繁更替太子的模式 更换太子无非也就是权力之争 能力太强的李红和李贤都不行 因为儿子太强 就没他什么事了 在李红离起死亡 李贤被杀以后 皇位继承人就只剩李贤和李诞了 李贤继位两个月后被废 皇位也就轮到了与世无争的李诞 武则天终于暂时找到了一个听话的儿子 西满一族的武则天呀 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叫做赵 日月当空 不容置疑 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 9月初九改国号为周 这一年他67岁 他再也不是那个五妹娘了 他是中国历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67岁登基 从他登基的第一天开始呀 历四就成了大问题 争夺皇位的人暗流涌动 除了李显和李诞之外呢 还有五成四 甚至呀还有李诞的儿子李隆基 五成四是武则天的侄子 武则天当初成功称帝 他出了不少力 这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他也是为了能从姑姑的手中接过皇位 这历谁不历谁 还得看武则天 武则天在询问过敌人界的意见之后呀 就决定把权力归还给李唐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张俭之发动政变 杀死了张义之张昌宗兄弟 逼迫82岁高龄的武则天退位 唐忠宗李显再次继位 李显继位的第二天 武则天就在与邻军的监视下 被软禁了起来 在度过了人生最为郁闷的十个月之后 一代女皇武则天撒手人间 神龙二年 武则天的邻舅返回长安 下葬乾陵 你要问武则天 到底喜欢李世民还是李志呢 要我说呀 他谁都不喜欢 他只喜欢权力 乾陵东侧有一块石碑 碑手雕刻了八条吃龙 两侧有生龙图 杨面还有献刻的施马图 这就是历上有名的乾陵无字碑 那你知道无字碑上 为什么一字不刻呢 抖音